我们继续开始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给大家主要分享 国内外一些典型的LP 有哪些 那么他们有哪些类型 同时这些类型中 哪些是我们比较推崇的 应该怎么样去学习它们 因为你GP有些募资的时候 你可能要追捧的LP 包括什么YMOS 资宝基金 木基金 不同的类型 它有什么特点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OK 我们一个个来看 首先我们先从海外来开始 海外的话最著名的 就是它的阳光基金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给争图 大家可以看到 2016年的前十大 这些阳光基金 其中也包括了我们资宝基金 还在第六位 OK 一般来说的话 他们的这种资产配置 不光是包含私募股权 他们会包含这个配置 比如说债券 比如说现金 比如说二级市场股权 还包括这个利益投资 其实我们PEVC这一块 是包含在 Ultality Invest 也就是说利益投资这一块的 所以说 石头项目的话 我们直接投资 这个比赛项目的话 是配合股权的项目了 然后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养老基金 它其实是一种用于支付 退休收入的一种基金 它基本上是设保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养老基金 它在美国的话 一般是通过发行基金股份 或者说偷偷凭证 然后在目击事物上的养老保险等等 它一般会委托一个专业的管理机构 管理进行一个产业投资 投资证券 或者投股权等等 来实现一个保持增值的一个目的 我们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很著名的 在美国就是一个加州公共务员费用基金 那么这些基金的话 成立于1932年 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公共的养老基金 那么它的管理委员会叫做PERF 它设定了一个基金的一个长期的预期收益率 它们7.5 那么来满足现期和长远的一个支出的一个需求 那么从2012年起的话 这个管理委员会 他们特别什么 他们叫资产负债管理ALM 来作为一个基金管理通常策略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策略里面 这个投这个私募权的分配 这个并购策略 还要占据了59%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一般来说这种越大型的基金 还是我刚刚说那个不可能三角 因为规模这么大了不过 它很难去投很早期的一些项目 那么并购基金 它一般规模都比较大 购买几十亿的这么一个基金规模去投资 所以这个时候它规模发了之后 我也不用追求那么好的回报 因为我要控制我的风险 所以它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 那么它会错配它一年期 四年期五年期四年期二十年期 等等这些基金测语 同时它会搭配一些 VC和Growth 但是很少 大家看到成长期才17% VC就更少5% 那么这样的话搭配起来 它的这个风险就会比较小 所以就是我们家庭公务员推荐基金 这么一个基金 那么这里我这些ALP 我只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 那么最后我会给大家重点分析分析 我们的这个endowment fund 宣证基金 那我们先来看看宣证基金是什么样的 那么海外出现第二个类别 就是这个宣证基金 宣证基金的话 它是一般是由捐赠人发起的 一般在大学内部设立的 那么它通过捐赠资金 或者说投资收益 一般是最初 使用于大学的这个教育事业 那么现在大部分还是这么一个目的 从而呢 它得起到一个 帮助这个学校的这么一个效果 它是一个非隐秘性的一个机构 一般来说 我们对于大学 这个叫做David Spencer 就是大卫时尊 就是那个耶路斯金 他所创建的一个耶路模式 可以说他改变了整个推论基金的一个 资产推出的一个策略 从1970年到1970年的时候 这个耶路军军基金 它平均每年的收集率只有6.5% 但是自从85年过后 在当时那个托兵 就那个托兵 特兵的托兵 他这个推荐 这个斯文森 他从华尔街返回回来 放弃很优 这个薪资优厚的这种工作 然后压了母校 业务大学 担任这个业务投资办公室 这个YIO的一个首席投资官 直到现在 他还在任职的业务 那么自此的话 这个业务大学推荐基金 他依靠一个非传统 也对于私募股权的配置 取得了很卓越的收益 就是他近几十年来 都在两位数的这个投资回报 而且经历了 明半年接种危机 也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大家所扶持的高领资本 Hill House这个张磊 他就是从 师从于斯文森 在业务投资研的时候 在业务投资基金工作过一段时间 那么回来建立了高领 所以大家知道高领怎么来的吗 高领Hill House 这个名字 他其实是业务的一条路 那么取名为他的一个 高领资本的这么一个 这个名字 所以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这里我先把这个放转 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来说 从推算比的业务 或者哈佛的模式 他们对于不同的类别 你看 私募股权在 这个业务的配置里面 是非常非常高的 最高的33% 而且他近十年的生意率 超过了15% 这是非常非常摇不起的 因为如果说我只是给你 一百块钱一千块钱 你投资了什么股票 可能很快超过 但是我给你一百个亿 一千个亿 甚至一万个亿 这个就很难做到 所以说你看哈佛的 就不太一样 哈佛的他更多的 可以知道是在地产 那么他股权的话 当然这个可能 是这个 更多的是 私募股权 但是也没有 到预约路 所以他更多的是通过 这个地产来自于的一个配置 所以各大类比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从生意率来讲的话 哈佛的生意率 私募股权是最高的 甚至高于他的普通价 超过1,20 所以说这是一个 没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不同的金融 在海外来讲 这段基金还是元老基金 他都非常 做私募股权的青睞 那么我们再往他走 就是这个加州当光使 加州当光使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列出了一个时间安理 大家可以预论这些文字 就不再来讲了 一般来说这个Family Office 这个办公室 他一般是为这些富有家族 去管理财富的一个私募机构 一般他能够提供一个很高度的 专业化的一个定制的服务 就像管家一样 对吧 他设计不同的一个行家专业组权 包括最开始 监督整个家族的财务 健康 公演管理 教育发展等等 他来帮助这些家族 或者成功 并且顺利去给他 一个定言 也就是把那些富二代给他 给他 怎么说 比方好 同时呢 一般来说 这个家族当光是 有两种类别 一般是单一的家族当光是 和多元的家族当光是 什么意思呢 单一的家族当光是 就是说 他能够只为 单个家族进行 监管财务 以及包括生活方面的一些事物 因为单一家族当光是 他一般只是 建议在相关一些富豪 对家族上的一些需求 或者喜好 对吧 那么他一般来说 没有一个整体的节奏 但是多元家族当光是 就不一样 他一般更多的是 其中一种更 深入和更持久的一些关系 他能够 提供一些 专业服务 而着远于利润和财务增值 而 不光是着远于一些生活 一些琐事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那么他们的话 在私募务全行业也是 活跃了一个 尤其在欧洲 他们很多这些 这个野心的富豪 他们会投很多这些紫瑞基金 投资 这里给大家提供最后介绍 那么 这一地方我想给大家 做两个一条 就是说 另外一个LP在海外 就是母基金 母基金的话 很有意思 他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左边的几张图 首先规模 这个 非常大 同时在地域分布来看 下台区是在逐渐放大 那么北美还占主导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阿拉的走势 因为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年份区这么早 是因为它是一个 不提及利润的概念 因为刚刚大家知道 这个G-care曲线 你不可能把 刚成立的这么一个G-care 去拿去做披照 你必须要把它 至少 已经走出了投资期 走出了G-care 底部了不后 再来做分析会更容易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前25%的IR 比如说 First-Core 它的这个倍数其实并不高 底线也就是8%左右 当然这个是 从98年开始 现在非常非常多年份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基金 比如说我们作为LP来源的话 它的倍数并不是那么高 它不可能像GP那样 动则的1250年 在做这种回报 那么它靠什么来取胜 它靠规模来取胜 因为一般母基金的话 动则的几百亿的规模 11美元几百亿的规模 它投基金 把钱给出去过后 它可以收管理费 也说我们刚刚那个 红杉去买那个例子 如果把资保基金 换成一个母基金的话 那么它在投红杉的时候 它还会收 资保基金的一个钱 也就是说资保基金 投了母基金 母基金再去投红杉 那么这个母基金 就会收资保的管理费 百分之一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你想100个亿的规模 百分之一 每年就是1亿元 的管理费非常高 所以说母基金的话 更多的是靠规模来取胜 它的回报倍数 当然不能做特别烂 但是的话 并不会比那个高 另外我们基金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有这个secondary 就是我们所谓的二级市场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 它可以通过放红杉上 一般来说都是 比如说前一个LP 它有一个产包 它因为可能 前进流短缺 或者说它需要急于转手 它投的一些项目 确实不太好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打一个discount 给一个折价 来把这些 它已经投资的这么多GP 打包出售给下架 那么这个下架的话 它又会给他们 因为买卖双方 甚至还会有一个中间 在那间撮合 就给他谈 就给他估值 领项目已经退了 领项目还没退 等等 这个时候 其实就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我如果作为一个买方的话 我就不用再去做滴滴了 我不用做尽叫 也不用再去做所谓的项目搜寻 搜寻等等 我直接买就可以 就可以像股票一样 类似于二市场 买来过后我就不用管 我就该出资 我出资 因为之前的ALP 可能还有一些承诺的出资 没有出到位 那么我还继续出资 那么该分红 我分红 该拿carry 我拿carry 该拿快乐的感动发行费 那么这样的话 你在就会非常强 所以一般来说 国际上很著名的这些 像我之前所在的一家机构 这里面也列出来了 就不再详细了就说了 那么这些机构 他们在做secondary的时候 一般来说回报率 都会比他做primary要高 也说做这个 我们在做二市场 一般回报率 达到20几 所以20几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我们之间的时候 我这边多说几句 就是一般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边 就是全球范围的目击 有哪些比较著名的 比如说像这个 Adom Street是国内 是美国最好的 那么ALGT caracter partner ALGT是欧洲最好的 那么这亚台的话 就是这个 本土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 Asia alternative 做得非常好 那么还有一些像 投行系的一些目击 比如像高盛 Mock Stanley UPS等等 还有一些专注于 这个二市场 Center的一些 活跃的目击 就比如说 Carter Capital 它是第一支 共事于砖头二市场的 在英国 它这个是一个教授 主办的 叫Anny Timer Anny Timer也是我们那本书的 一个 帮我们写推荐语 那么它的话是通过LBS 文章上学院 进行一个投资 所以是非常有趣 它自己制作投资 也教书 所以母基金是这么一个 比较有趣的 那么其实我这里在多说两句 因为我一直在母基金做 所以说我也希望给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母基金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工作状态 或者说一个职业规划 这样的话我觉得会 更有说福利一点 一般来说 首先母基金每天在干嘛 这里的话我主要给大家 以每个基金作为一个 一个例子吧 美元的FORF 那么一般来说 全球的知名的FORF 这里只是 只投这个P1的 就不投那些 投费穿基金的一些FORF 因为很多 那个母基金FORF 它还投这个大力市场 就是投股票 甚至投一些当商品 这种是费穿基金的 就不管了 一般来说 这个知名的FORF 一般有三大英文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P1 也是说P1的意识上的投资 这个算是FORF最主要 最核心的业务了 也是说投资GP的资金 它主要关注 这个GP的投资策略 团队历史业绩储备项目 以及目的是条款 刚刚我已经提到的 第二个是P1的 Secondary 二是想投资 刚刚我也提到 也是从其他 ALP那里去接过 它想要出售的一个基金包 通过流动性这种差异 拿一个折来出售 那么这种的话 其实在国外做的是 非常非常成熟 因为既省事 也不用像prime那样 分离做尽调 又省钱打着买的 而且周期还短 同时从诸位数来看 当然也高 但是在中国 这一块目前还处于 一个萌压期阶段 因为没有一个 很好的平台和中介 来做这个事 那么多位在国内 已经有一些机构 在一家一家的去跟ALP 甚至GP去聊 去问他们是否想卖 他们称之为 所谓的续接基金 至少我知道 哥非现在干这种事 其实苦力活 但是如果你能够干好 不后也能把整个 上上的这些信息 都掌握了 那就是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第三个板块 就是所谓的 core investment的 共同投资 也称之为跟头 也说这一块的话 一般是ALP 当然也不仅限于 某个基金 他们会和GP 一起去指头上 主要是原因的话 在于一般GP的投资额 它受限 它需要ALP 一起来跟头 好处是什么 就no fee no carry 什么意思 不收管理费 也不用和carry 所以GP很愿意 而ALP很愿意 包括母基金 做这个业务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由于很多外资 它的中国本土 还开了一些业务 对吧 以及监管要求 比如保经费 它要求一些本土的ALP 必须要找专业的母基金 或者说咨询机构 让他们做一些尽调 所以很多美元的 这个母基金的话 也会在本土 帮一些ALP 做投资咨询顾问 去帮助他们来撒减GP 一般的话 是针对GP的人民币基金 那么其实FORF这个圈子算得很小 全球著名的美元基金 就那么几个 比如说拿亚太区来说 每个母基金的投资团队 整个亚太区 基本就10至20人左右 大部分的人都背置在香港 北京办公室就那么几个人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会在各大协会的论坛 或者帮ALP做法的Variot的投标 或者说GP的联会 那这些你会碰到 一来二去大家都很熟了 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职业路径 这个就是简单的提一下 就是一般来说 母基金的话 一般是最开始在IGD 或者咨询四大职业 已经是互联网的 然后它再跳到GP PVT去 然后再跳到FORF去 一般原因是因为它一五技能 就是在大卖方 它对了一个财务 残淡 抗压 它的BP 以及生用接触 各个行业 这种经历过后 它再去GP直投 那么对了一个直投经验 最后就到FORF 因为FORF应该可以算作是顶层 更多是资产配置的一个问题 也是选赛道 手和码 这么一个类别 它需要很多样的一个积累 那么要有时间的经历 一般FORF的自由支配时间 会比前两者会好一点 那么还有一些确实是 从FORF跳到PE去 业绩比较少 那也有 一般是IR 就是投资者关系这个岗位 因为FORF跟GP的募资是 一枚硬币两面对吧 所以就给大家简单介绍讲 至于怎么去面试 怎么去招人 这个我就今天的课程不属于这颗板块 我就不太去给大家分享了 所以但是工作是很有趣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你的共识同事 一般都很优秀 他们都是从高盛大摩 NPT FORF越来非常非常多 而且因为人少而今 团内合作很重要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你在母亲的时候 因为你要去选择很优秀的GP 对吧 所以即使你是一个英诚 一个实习生 你也可以有很多机会 可以去GP大佬们 可以大拍 像是梁鹏 高领 江蕾和节评的 你跟他们去 可以去面对面聊天 因为你要做第一嘛 对吧 绝对会是一种 站在巨人肩膀上 看世界的这么一种 独特的一个视角去成长 而且一般来说 任何投资都是 科学也是艺术 所以母资金投资也不例外 常接在母资金 这个行业的积累 你会得到 很意想不到的一个 独特的投资眼光 并且总结出自己的投资逻辑 尤其是看人 怎么样看着人 就很重要 所以我给大家就是能够 能够分享一点 讲开一点 这个母资金是怎么回事 让大家有所概念 然后你可以作为 求职的一个方向吧 字幕志愿者 发妹 字幕志愿者 杨核糖